人生需要励志,愿你眼中有光,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励志时间。 福报犹如一桶水,如果只用却不往里添加,很快就会用光。 现在很多人都是不择手段地享受,吃喝玩乐,这就是消耗福报。 人人都希望自己的福德因缘深厚,因为有时候增加财富,财富不一定是我们的。 增加物质、财产有时反而是个累赘,唯有福报是真的,到哪里都想用不完。 当你有福报时,不是你去找钱,而是钱来找你。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 世人奔波忙碌,其实也就是为一个。 例子,很多商人也经常说,人为财死,鸟为食亡。 我们渴求财富,就像鸟渴求食物,有些人甚至宁愿丢掉生命,也不愿舍弃财富。 那么财富到底来自哪里呢? 佛家讲,财富来源于福报,而福报来源于利益众生。 当你有福报时,钱会来追你。 很多人认为,钱是自己赚来的。 其实,三分是努力,七分是福报。 古人云,有福之人不用忙,无福之人跑断肠。 当你福报具足,生活便会顺心如意,财富也会水到渠成。 而缺少福报时,便世事不能如愿,辛苦赚钱却收入微薄。 老一辈人也常讲,钱是八条腿,人是两条腿。 钱可以往东西南北去,你去追钱当然追不到。 但是当你有福报时,钱自己会来追你。 从前有一个人,因为钱是积累了大量福报。 金生投胎为太子,地位尊贵,受人敬仰。 另一个人钱是贪婪吝啬,金生沦为乞丐,整日在街头乞讨。 太子金生还是一样乐上好事,将皇宫的钱财宝物都施舍给穷苦百姓。 国王实在看不下去了,一怒之下将太子赶出王宫。 太子流落街头,遇到了乞丐,两个人成为好朋友,结伴而行。 在一个附近的国家,国王突然去世,没有留下可以继承王位的子嗣。 于是大臣们决定,找到一位福德身后的人继承王位。 有一天,太子和乞丐流浪至此,太子走累了,就躺在树下休息,乞丐则出去乞讨了。 正巧,皇宫的侍卫看到了在树下酣睡的太子,并发现了奇景。 不管太阳如何移动,大树的影子始终为太子遮挡阳光,大家都感到十分震惊,觉得太子就是一位福德身后之人。 于是他们叫醒太子,迎请他做了国王。 太子当了国王之后,心里一直惦记着他的乞丐朋友。 于是命人做了好几张饼,其中一张饼里加了黄金,送到乞丐手里。 乞丐拿过饼,一张张颠凉,他以为中的那张是梅鼠,顺手就扔掉了。 太子福报身后,虽然失去了在自己国家的王位,但是继承了邻国的王位。 而乞丐,前世没有积福,这一生即使拿到黄金也无福享用,财富来源于不失,贫穷则源于吝啬。 富贵之人,之所以富贵,在于有颗富贵的心,人最大的贫穷就是内心的贫穷。 内心贫穷是说自己不想付出,只想索取,这样的人很难富贵起来。 绝罪福经云,重福得福,重贫得贫,先是不不失,今是则贫穷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应得的钱财,这都是由自己种下的,应决定的。 倘若我们福报具足,即使不争不夺,财富也会跟随着你。 而福报匮乏之人,即使名争暗抢,也得不到财富。 人存福报,胜过存钱,生活中有一种人常被人们戏称为。 守财奴,每花一分钱都格外心疼,一辈子只知道攒钱。 殊不知,存钱不如积福,你所存的钱,不过是过去累积的福报。 人最应该储存的是福报,有了福报,到哪里都有得吃,在哪里都能赚到钱。 没有福报,钱财怎么也守不住。 古代印度,曾经有一位国王,性情仁慈,爱护百姓。 全城的百姓都过着富足安乐的生活。 有一次,国王出城巡视,看到城内有很多富贵的长者。 他们住在金碧辉煌的宅院里。 国王为了扩充军备之用,便下旨请长者们公布家产,准备予以征收。 一位拥有亿万家财的长者,向国王公布。 自己有私财三千万两,不能贡献给国王,但是有五家之财,可以交由国王全权处理。 国王很好奇,问长者,何为私财?何为五家之财? 长者回答,我时常念佛,更要有实际行动。 所以我将我财产中的三千万两,用来兴建寺庙,供养僧众,并且不失给穷苦的百姓。 不失得到的福德,将伴随我生生世世。 这就是私财。 我其余的数亿家产,都是外在有形的五家之财。 遇到水灾,火灾,或者盗贼盗取,这些钱财随时会流失。 如果我的子孙不像我一样勤恳,再多的财富都会被败光。 虽然现在家财万贯,但是当我往生之时,这些有形的财富一分钱都用不着。 所以,现在十分希望国王把这些财宝收去扩充军备,正好可免去我的担忧。 大制度论说中,富贵虽乐,一切无常。 五家所共,令人心散。 清造不定,一个人无论有多少外财。 命中时,都是带不走的。 真正有智慧的人,明白无常才是人生。 存钱不如积福报。 有舍才有德,有德才有财。 佛曰,所谓不失者,必获其利益。 若为乐故失,后,地得安乐,财富真正的秘诀。 用两个字概括,就是,舍得。 有舍才有德,有德才有财。 钱是通财,必须流通,不失出去才能得到更多。 当你拿这个钱去帮助穷苦之人,钱从左手花出去,从右手又赚回来了。 现在很多人,腰缠万贯,仍然贪求更多的财富。 舍不得不失,一辈子辛劳赚钱。 反倒过得不如普通人自在。 假如你一天到晚忙着赚钱,所作所为对社会没有利益, 对自己也没什么用处,这样就完全成了金钱的奴隶。 长期来看,只会越来越迷失自己,难以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 佛经有云,若人多贪求,积财无焰足。 如是狂乱人,名为罪贫者。 对钱财,不必过度贪值。 更不能为了钱财而丧失道德。 钱财与道德相比,道德更重要。 因为道德是钱财的根本,利他是福报的源泉。 如果我们能孝顺父母,宽厚待人。 凡事多为别人着想,把利他当作为人处事的原则。 我们一定能获得巨大的福报,成就伟大的事业。 佛经理说,福音常修造,无福遭苦恶。 若有修福者,献受当安乐。 不要被金钱蒙蔽了双眼。 福报比金钱重要得多。 虽然金钱能够带来短暂的快乐, 但福报却能够带来持久的幸福。 只有我们不断地修福,才能获得上天的庇佑, 改变自己的命运和运势。 有福报的人,上天自会庇佑。 能改运改命,当你有福报时,钱会来追你。